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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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生陪著做輪音的老人家 隨音樂轉動雙手 透過體驗課程 讓年輕人提早學習未來 該面對的課題 根據2011年統計 全台市能人口超過131萬人 而照顧他們的家人中 有13.3萬名勞工選擇離職 因此有民間團體提出 顧老假構想 希望比照育嬰假 讓勞工有更大彈性 至少在這個第一個月 最緊急的這個時候 就是能夠讓老公 能夠合法的請假 我們希望就是這個 三十天的請假是有津貼的 台灣福老比 二零二零年四點四個青壯年 需照顧一個老人 但到了二零六零年 只剩一點三個青壯年 照顧一個老人 壓力越來越大 民間團體希望 參考日本雇老假 在台灣推行 在日本一個老人一生 有九十三天雇老假 當有需求的時候 這九十三天可以分給子女 子女請假還能領六成七薪資 我們希望政府不要再增加 企業的成本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以後在執行上 會增加一些困難 其實絕大部分 因為所謂的照顧離職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中高齡 企業大老可能要換個方向想 就是這其實也是 為了保住人才 五月勞動節將至 勞團預計將有五千人走上街頭 今年兩大訴求 多休假多保障 希望能將基層新生 透過遊行傳達給政府 接著今天讚好 就很太誇張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